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現在就來到信義路上的江蘇老趙刀削麵 之前我曾經來過這一家店 但是解說的不是那麼清楚 今天就再來吃一次 它是寫著創立於1963年 因為它這個招牌蠻漂亮的 所以我想多拍幾秒 這邊就是用餐區 大概可以坐20個人 那吃餐區就是在這邊 之前網友講過老闆很兇 的確是這樣 就是直接買,然後不要問太多 那現在就拍一下 就跟之前一樣,它是用一個大鍋子煮麵條 然後擺了好幾碗 然後點了就馬上裝給你 好,我覺得我現在戰鬥力減退 大碗的我應該吃不完 我要點小碗 好,那個家墓錶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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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算蠻平價的喔 好,如果沒有主角 我就點大碗的麵 好,那我看 用別的餐廳 我用別的餐廳 我用別的餐廳 那個爆米子 那個提款,我都會不得 好幾碗 我的最高可能爆米會到幾碗 大幾碗 就是有機率 來,借過一下 這邊要過,給我們就好 好,就它是剛才過百碗 好,就它是剛才過百碗 好,好,好 好,老闆 請問現在豬腳不能單點是不是 好,可以 請問現在豬腳可以單點嗎 可以 可以 喔,那就沒辦法 請問豬腳可以單點嗎 你要什麼麵 要牛肉麵大的 牛肉麵大碗 喔,那豬腳麵好了 大碗豬腳麵 對 對 內用 謝謝 那就點大碗豬腳麵 好 那也好啦 就是豬腳麵好了 跟上次不一樣 好 Wy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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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先附馬 我是大碗豬腳 好 謝謝 今天沒有辦法吃到牛肉麵 就沒辦法 坐在這邊裡面的招牌 是寫著江蘇老趙刀消滅 那就沒有燈光可以看 就是在馬路邊這樣 好那就先從這個 羅大哥最愛的豬腳開始好了 好可以看到這個豬腳就是 鼓一隻隻鼓一隻隻 一個很標準的鼓一隻隻的狀態 好那麵我還是點大的 但是我有可能會吃不完 好那現在又吃吃看 那我找不到這個鐵筷子 只有這個 竹筷子 原廂這個豬腳還 真的蠻大塊的 不過我現在夾起來的感覺好像 不是很軟爛喔 那是真的很大份喔 哇哩 這裡太大塊了吧 要怎麼夾 那CP值高啦 雖然這個 臉色不是那麼好看 但是東西是很 分量很足的喔 哇靠我都不知道怎麼咬了 哇靠我都不知道怎麼咬了 就鹹香鹹香的這樣子喔 鹹中帶甜 但是偏鹹啦 偏鹹的味道 哇靠 這個誇張的多欸 好一定要用手拿 不然這樣根本就沒辦法吃 好吃起來很過癮喔 很大一塊 整個就油亮油亮這樣子喔 軟硬度大概是中等喔 也沒有特別軟 然後也不會很硬 就很過癮啊 很大一塊 這個配飯是一定很棒喔 鹹度如果配這個白飯的話是剛剛好 應該是要配我的麵啦 但是我鏡頭放不下 所以要分開吃 那重點豬腳 就是豬腳囉 油亮亮油亮亮 那這樣才一百出頭喔 超便宜的 後面我的吃相一定很狼狽啦喔 喔真的超大塊的 可以看到這個豬腳幾乎等於一個碗那麼大喔 好吃啦喔 差不多等於一個西餐的這個量喔 如果德國豬腳應該要賣兩三百左右 所以還算蠻超值的喔 真的太大了 後面我就可能吃相比較醜 所以我就不照了 總之就是慢慢把整隻腳啃完 膠質很多 肉也蠻多的 稍微鹹一點 好 最後要拿起來像雞腿一樣這樣整個啃喔 所以它這個膠質跟肉很多的喔 只是吃相會真的會比較稠一點 很超值 很多很多 肉很多喔 好那再來是麵喔 沒有辦法一定要分開拍喔 不然這樣鏡頭根本就放不下 所以請自行想像它豬腳是躺在這個麵上面喔 那我剛剛那樣吃的話那個豬腳也會跑來跑去的喔 好真的很大塊 差不多等於一個德國豬腳的量喔 這樣才一百出頭真的很便宜 那麵的話就是這種粗麵喔 有點移動就不好意思喔 因為它這個 現在這個腳架的角度還蠻糟的喔 好那麵條就還蠻粗的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鏡頭好像一直會移動喔 總之它這個豬腳跟麵的量都非常的驚人喔 我老實跟你講 這個麵我是吃不完啦 因為太多了 好分量很驚人 但是 服務上就稍微普通一點啦 好可能是因為我穿外套有關係啦 外套一直碰到這個鏡頭 所以會往前跑 有移動的話就跟你說抱歉喔 跟各位說抱歉 麵是還蠻粗曠的喔 然後這個豬腳加麵的話 我覺得CP值上 以CP值來上的話是 100分啦 CP值上 可是整體的感受上這樣起來的話 應該算是 88分啦 因為 鞋帶上稍微扣一點分 但是這個整體的CP值是很高的 那麵就是誇張得多啦 那我上次是吃牛肉麵啦 這次就吃豬腳麵喔 原本是想說點牛肉麵然後配豬腳 看來也不用那樣點 不然我真的會肚子趁它爆炸 好 湯頭也不錯喔 好 充滿了這個香辛料跟牛骨湯 它東西煮的是蠻不錯的喔 好 那個豬腳的味道也很香這樣 好 很大一塊喔 很驚人這樣子 然後吃起來感覺好像在啃雞腿一樣 好 吃起來非常過癮的店家啦 但是就是服務上普通一點 然後我剛剛到處找衛生紙也找不到 還跟隔壁一樣喔 蠻狼狽的 所以可能要自己帶一下衛生紙喔 然後名片好像也找不到 好 那Andy就停在這邊好了喔 那這一家就叫做江蘇老造刀削麵 覺得還不錯啦 CP值很好 東西也好吃 然後服務普通一點 然後其他都還不錯喔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